那 再問一題 哪一種生活中的怪癖 會讓你覺得噁心 來 A還是B 請舉牌 好 吳兄 像我自己是覺得 我身上的東西出去了 就不是我的 例如指甲啊 耳屎啊 鼻屎啊 頭髮剪掉就不是我了 那當然啊 但是 真的就有人會收集這種東西耶 對 真的有 不懂 有一次我們在要搬家 在打掃 在整理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像是帶那 放那種飾品那種 很小的那種小紙盒 我想說這什麼啊 要丟嗎 因為打開 就看到裡面有一些黃黃 一片一片什麼黑黑的 我就一直在想那到底是什麼 是發霉嗎 還是什麼東西 我就一直在看 結果後來就發現那個是 耳屎 Oh my God 那麼厲害 對 對 因為耳屎有分 那種什麼 對 很珍貴啊 哪裡珍貴 我會收集啊 我會收集啊 真的假的啦 來 你不要過來 我願意的看 來 你是乾的還是濕的 因為顏色不一樣 我是濕的 所以 所以它 它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是遊耳 對 顏色會比較深 那味道你自己敢聞嗎 我味道 我敢聞 因為其實之前 它自己 我自己 我不會聞啊 它剛剛還吃了什麼 狗吃料啊 以前有一個長輩跟我說過 當時我問他說 為什麼別人放屁我都覺得很臭 自己放屁我覺得很香這樣 他就說因為這些東西 就是你體內的東西 是屬於讓你治癒你自己的藥品 所以呢你的這些耳屎啊 你的鼻屎啊 你自己聞都覺得好香好香 那是因為它在治癒你 它是一種就是那種療效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好有道理喔 我為什麼你覺得這樣 聽到拔鋪好了 所以我就想說 而且你那個是俄羅斯娃娃喔 為什麼要放那麼多層啊 因為很珍貴啊 為什麼要放那麼多層 然後我那個時候 你是拉藥材喔 你為什麼拿盒子裝啊 你給鏡頭看就好了 對啊 你就拿個盒子裝啊 你收集起來 然後 啊 啊 它已經像化石一樣了 然後這個呢 你這是多久以前的 這個是我要 那要收集很多才會變那麼大顆 對 然後你要很有 你要很仔細 你要拿那個專門的那個小碟子 可以...可以收好... 然後幫你自己聞看看 哎唷 喂啊 就是你會覺得身體都被治癒了 你趕快收好... 然後我是... 你療癒了 對... 你療癒了 我們竟然全部都不得了 你們可以聞看看 說不定... 你們看我沒有... 我跟每個人的表情都很... 都很相同 為什麼... 可以收起來了 你會害我去看心理醫生啊 然後我是... 我是遇到... 譬如說我已經是中感冒了 我是生重病的時候 我才會動用到這一顆 我就會把它拿出來 然後... 吃啊 不是吃啊 熬湯 不是啊 鮮丹 你吃了... 你多活幾年喔 這真的是鮮丹啦 那你們還有收集什麼 頭皮屑啊 我覺得太贏了耶 真的... 但我... 因為我曾經我有一個同學 男同學 他其實這次做個實驗 因為他是一個有頭皮屑的人 頭皮屑蠻多的 然後呢 我們就一直講說 你頭皮屑很噁心 他說那我來收集看看 一個學期可以收集多少頭皮屑 然後就拿了一個黑色的盒子 這樣收集 然後一個學期之後 他就真的給我們看 我說你看 就一片白白薄薄的 在那個盒子上面 但是我... 一開始我覺得這行為有點噁 可是當我看到我就... 哇 這個好像蛋糕上面撒上去的 很帥 它屁股很帥 可是你會像那個椰子耶 就真的很... 我沒辦法耶 很驚人 因為我有一個大學的同學 他也是喜歡收集怪東西 我就看他每一次 就像他一樣拿個衛生紙 然後開了他衣櫃 然後在你頭這樣弄他弄去 然後一個玻璃盒 然後想說什麼東西啦 所以我趁他有一次就是 就坐在那邊 我說你借我看一下你的衣櫃 我想要看 我就說我看一下你的衣服 我打開 其實我好奇他那個玻璃罐 到底是什麼 我這樣湊鏡 你看好像偷偷拿起來 看小小一個玻璃罐 你頭全部都是那個指甲啦 他喜歡收集那個指甲 他剪下來的指甲 然後我就這樣好噁心 因為我覺得噁心 是除了覺得那個髒以外 我覺得那就像做 好像你要做什麼法式 還是什麼 你幹嘛收集這麼多怪東西 所以同學把Sophie 一切收集在那個餅乾殼裡面 然後用打火機去烤 然後再打開聞那個味道 就是在燒那個蟑螂的味道 那是什麼味道 我是聞過的 好 鼻子 我不行 我對於聞怪味道 我比較受不了 因為我是一個 鼻子很靈的人 像我有朋友很喜歡進停車場 他說停車場有一種那種 地下室潮濕的味道 我就快瘋了 還有人喜歡汽油的味道 你知道嗎 就是進了加油站 他一定會把窗戶打開 然後我反而都要全部關起來 因為我覺得那個味道就很刺鼻 我覺得很香 我尤其受不了 我會主動去跟人家講的是那種 衣服沒有乾透 但是他穿出來那種 聞到污臭味 我對於這種東西 我就不太能接受 那我有一個朋友 大家可能都認識 那個哈校園 他好像滿喜歡聞那個頭皮味 他就覺得你那個頭皮 那個頭油味 他是要聞臭的那一種 臭的那一種 你如果洗完頭 他還不要聞 我就想說他長 因為他覺得就是他的高度 可能都是常常都會有人聞到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他就 因為我出外景也討厭洗頭 然後他有一次就這樣 你的頭好臭啊 然後你頭皮好臭 你還抓到我的頭幹嘛 然後他就是 好像他就說他有點癖好 喜歡聞那個頭 他就是喜歡聞大家的那個頭 那個頭皮的那油油的味道 真的假的 他就愛聞這個味道 叫海胖有足醜之福 海胖有足醜之福 我也有一個朋友 他愛聞怪味道 就是KID 然後他喜歡聞的那個味道 是那個狗的那個腳掌 那個脯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會把那個 他的那個縫這樣撐開來 然後鼻子對著他這個位置 這樣吸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就是用 狗味 我們當時是和租房子 然後那個家裡就養狗這樣子 我就把那隻 我想說那隻狗的味道好重好重 全家都狗味 我就把牠洗完澡之後 然後牠在那天錄完外景回來 牠發現牠的那隻狗的味道變香了 跟我大翻臉了 然後牠跪在牠的床邊抱著牠的狗說 我就是要問你那個很臭很臭的味道 然後我今天工作在外面 已經一整天這麼辛苦了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回來聞到那個 對 然後回到家以後 聞到你竟然是誰 沒有安慰 對 變香了 牠不要 對 變香 牠如果覺得說沒有那個狗味這樣 其實我也蠻愛聞的 我也是 狗長的那個味道 帶點尿味 有一點尿味的尿味 因為牠自己會猜到 我覺得就是狗狗獨特的味道 還有牠的嘴巴 我也會把牠的嘴巴打開這樣 那超臭的耶 摸牠牠的牙齒 沒有 牠就有個臭香 那個多莉多汁 臭起司的味道 來... 小型乾你會 就是你知道耳洞垢啊 我也沒有覺得牠們特別香 我知道牠是臭的 可是就是你耳環拿下來 你就是會想聞一下 然後那個肚臍 青肚臍 你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想聞一下 你肚臍臭很困擾耶 所以要清啊 清的時候聞一下這樣 我一個朋友超喜歡 地下室的味道 都我不懂耶 就是一進地下室一定要深呼吸 我也不懂 我會覺得牠自己慢慢聞吧 牠自己慢慢聞吧 那到底選A還選B的不正常 哪種生活中的怪癖 你覺得很噁心 A 喜歡聞怪味道 B 喜歡收集怪東西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的話會選B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喜歡收集頭皮屑 他平常會記很多天不洗頭 然後把那些摔一摔摔摔 然後收集起來 還會直接收到一個小盒子裡面 我一直在他家看到的時候 他叫我不要亂動 他說他要全部收集起來 因為他很喜歡收集的東西 我看到超傻眼 超噁心的 我當然是選B 因為我一個朋友呢 他就是一個收集指甲的指甲控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奇怪 為什麼他就是很喜歡咬指甲 然後在那邊摳 結果他有一天呢 就從他書櫃裡面 拿出一個小小的盒子 然後我就想說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就這樣咬 他啪啪啪的聲音 那我就很猜不出來這是什麼 結果他就很自信的跟我說 這是我從小到大 留到現在的指甲 我覺得超可怕的 我下爆 我馬上把那指甲盒丟還給他 想不到竟然真的有 收集指甲的怪癖 超可怕的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2%的KOL 投票給了A 喜歡文怪味道 而有78%的KOL 投票給了B 喜歡收集怪東西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大部分KOL 覺得收集怪東西比較困擾 對 選A的比較少 不正常 請噴 像你有沒有覺得你周圍那種 有莫名其妙怪癖的 莫名其妙的怪癖喔 這種人通常是A 龜毛的人B 鬼點子很多的人 A還是B 請舉牌 都有人選耶 OK Eason你覺得是龜毛啊 對 像我自己也是怪癖蠻多的人 如果是在外面洗澡的話 我必須要把 我會 就是浴室裡面的每一塊磁磚 先用蓮蓬頭 然後每一塊磁磚 都要先噴溼過 我會覺得說 這個變成我的領域以後 我才會 尿尿一樣 對 地盤 對 因為我有可能手會碰到牆壁啊 或者是我可能拿東西的時候 會碰到什麼 然後如果全部都衝過一輪 我就會覺得說 這是我安全的地方這樣子 乾淨 然後 對 然後洗澡的時候我一定要從 就是從頭 然後到臉 然後到脖子 就是我的順序是有一個 有上網 對 SOP的 但是我洗完之後 要擦的時候 我要反過來 我一定要從腳 開始往上擦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水一直往下流 然後我就是這樣子把它 我就堵著那個水這樣 一路堵 一路堵 我就會一滴都不漏掉 然後我就完完全全到百分之的 全乾這樣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流下去 然後一直這樣擦 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你就要先下腰 就是你要先做這個動作 彎腰啦 彎腰 彎腰 做這個動作這樣子 要不要一字嗎 然後也是最後才擦頭 我是從小到大 有經歷以來 我洗澡順序沒有改過 我是從上往下 而且到了頸部一下 就開始從左到右 還四分成這樣 對 大竹梗是由上往下 對 然後從左邊 對 然後到這邊 對 然後到這邊 沖也是 然後我插澡也是從下開始 對 而且 可是我插澡是從右邊開始 右腳 然後由下往上 然後再到頭 對 我以為全世界都這樣子 沒有 我都沒有順序了 所以常常洗衣服 怎麼又來洗頭了 剛剛不是洗過頭了嗎 怎麼會這樣 我都連洗三次 我都沒有 對 沒有順序 下次我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脫脫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